民进党当局的所谓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映爆了蓝绿白战火 因前瞻补助独厚高雄 民进党备受各界质疑 随着争议的延烧 蔡英文五号轻上火线说明 他不但吹嘘前瞻建设对台湾经济有帮助 更是甩锅马英九 称其任内举债更多 随即遭到了岛内舆论痛批 数据面前蔡英文依旧诡辩 前瞻预算近来之所以会备受争议 就是因为民进党当局乱编预算 分配不公 完成度差 但蔡英文不仅不针对这些问题 做清楚说明 还开启了甩锅模式 对此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续辰 5号当天发声明批评 蔡英文一开口就是谎言 即施政7年来推前瞻计划 特别预算等 举债20年最高人尽皆知 已是民间常识 还想用话术把债务责任推给马英九 违反民间认知 台湾人没那么好骗 萧续曾表示 根据台财政部门预估 2023年度的负债总额 将激增达6.7万亿元新台币 今年4月已达6.3万亿元 平均每人负担债务27.1万元 创历史新高 消息曾表示 马英九时期多是碰到 如莫拉克风灾 金融海啸等 才动用到特别预算 蔡当局却把特别预算常态化 是真正的债流子孙 此外蔡英文5号以视频方式 为以活动致辞 她在致辞中声称 所谓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为台湾地区这几年的发展 打下基础 能够有能力应应百年大汉 也在三年多的新冠疫情中 站稳脚步 让台湾经济依然稳健成长 对此 前明代郭正亮 当天在政论节目直批 真的不知所云 她表示 台湾近几年经济 尤其科技也好转 是因为中美贸易摩擦 转单到台湾地区 跟民进党当局的 所谓前瞻预算 根本没有关系 前瞻预算有4200多亿 是在做铁道建设 那我请问你 铁道建设 你有感觉大幅的进步吗 如果你认为 这个是要提升台湾的 一个好的计划 那为什么不编列在 正常的公务预算里面吗 你为什么一定要用特别预算 郭正亮表示 特别预算会让决策权 抓在民进党当局手里 最终分配到各县市的结果就是 跟民进党比较好的县市 拿到比较多的预算 没有整体的规划设计 因为不够用 就出现极端的分配不均状况 所以你还在那边鬼扯说什么 台湾经济升级 疫情期间台湾经济都靠这个 真的是不知所云 这个就不要骗人了 用这样不公平的分配的方式 不要忘记你拿的是纳税人的钱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分配方式 当然是可以 而且也绝对不允许 大家也不能接受 尤其我们身为台北市的民代 难道台北市是次等公民吗 台北市的重要性 只有高雄市的七分之一八分之一吗 所以这样的一个分配 当然是一个政治操作在作祟 而对于蔡英文宣称 所谓绝没有债留子孙 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 吕秀莲6号表示 施政者应该被监督跟检视 何不由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举行记者会 坦然面对各界的质疑 随便抓一个数字 误导民众不好 对于以后想要竞选的人 应该要检视他们的理财能力 蔡英文的社会住宅政策 即将面临跳票 民进党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 参选人赖清德却帮腔喊出 蔡英文卸任前 20万户设宅一定兑现 更是加码开出了百万设宅支票 同时赖清德竞选办公室 还把矛头指向了侯友仪 指责新被社会住宅新半量 连续两年为零 对此侯友仪忍不住发声反枪 有台美根据台审计部门的 决算报告指出 蔡英文曾喊出 八年要盖二十万户社会住宅 其中直接兴建部分有十二万户 但目前达成率仅为百分之六十 包租贷管的八万户 也还有约两成未完成 这也被外界质疑 社会住宅进度落后 对此赖清德亲上火线 进行帮腔 针对社会住宅政策的议题 五号赖清德竞选办公室 又把矛头指向侯友仪 指责新北社会住宅连续两年的 新办量都为零 对此新北市府澄清 已经新办一万一千零八十六户 社会住宅 侯友仪到云林参访时 更是反向赖清德 不要有嘴说别人 没嘴说自己 这个设宅案啊 捏造不实的士气 这个事情 自己做过行政院长 你做过这么重要的问题 结果呢 顶着设宅二十万户也跳票了 麦主席 请你不要 傲慢 有嘴 说把人 没嘴 说自己 就此话题 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 我们首先请教台北的王峰先生 蔡英文表示 前瞻计划为台湾的发展 打下了扎实基础 您认为前瞻计划 有它说的这么好吗 几年前 蔡英文当局啊 就提出所谓的前瞻计划 那 凭良心说 我看都懒得看 所以主持人在提问之前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在想 前瞻计划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可是呢 我思考了三秒钟 我忽然骂我自己 我是笨蛋啊 为什么呢 因为 前瞻计划 根本不需要思考 也不需要去看它 我们非常清楚 台湾当局 当头的这些人 都是留美留英的 留美留英的 我们知道 美式民主 或者是英式民主 在我看来 就是一堆谎话 那所以前瞻计划 它基本上就是 全部都是谎话 编预算 编了好几亿 什么轨道计划 什么地方计划 零零种种 洋洋傻傻 看起来好像 台湾只要实施了前瞻计划 就可以一飞升天 可以就进入极乐世界 可是搞了三四年 蔡英文上台快要八年了 台湾前瞻在哪里 哪一点前瞻 是越来越破烂的前瞻 越来越穷困的前瞻 反而 反而那一些当家的 那些搞政治的 不管是在上位 还是下位的人 每一个人都发财了 那所以现阶段 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把那些狗屁倒召的事情 把那些贪腐的事情挖出来 这才是台湾人民 真正需要的前瞻计划 所以前瞻计划 如果我们要把它 做一个小总结的话 基本上就是让台湾人民 陷入一个被欺骗 被谎言压死的一个深渊 压得更惨 压得更深 压得死亡幽谷压到最下面 台湾人民 我觉得一直到今天 从李登辉当到 1988年一直到现在 三十几年搞美式民主 也就是说 搞了三十几年的骗局 蔡英文 极其大臣 极欺骗之大臣 从她的论文 从她个人 所有的言行举止 从她施政以来 八年的所作所为 前瞻计划 刚好是极其大臣的 谎言之大臣 是啊 岛内民众被骗了那么多年 很难再相信蔡英文的谎言了 我们再来请教北京的刘匡宇先生 国民党批评蔡当局债留子孙 对此蔡英文就直接甩锅给了 已经卸任多年的马英九 还说马英九留下超过 4000亿元新台币的庞大债务 那么您觉得 她的这个锅该由马英九来背吗 蔡英文为什么老是用甩锅前任的方式 来应对外界的质疑呢 众所周知 民进党当局上台这七年多以来 一直是不断地在去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前坑 包括我们看到 她在内政事务上所谓的 前瞻基础设施的这个预算 那么这个大前坑 也包括她的诸多已经跳票的证件 比如这个青年的社会住宅等等 那么实际上这个背后 都是留下了诸多的这样一种 她也解释不清楚 也不敢去对外公开讲的 到底这个钱是怎么花 花了多少钱 这个亏了多少钱的 等等这样一些大坑 那么所以说 我们看到这么多大坑 导致现在台湾的这样一个负债 极其的高昂 每个人都要去承担 数十万新台币以上的这样一个债务 并且这样一个债务 已经不是债留子孙 甚至可以讲是债留 增孙 那么台湾的人 台湾民众几十年 上百年可能都要还不完这个钱 那么这样一种状况 我觉得她再去甩锅 数年前就已经卸任的 马英九新任当局 那么我觉得就是 已经是非常荒谬的一个事情了 那么首先 它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是 我们讲是别有用心的一种误导 一种故意的植入的 一个这种逻辑上的 或者言语上的一个谬误 好像说通过数字来看 马英九当局与蔡英文当局一样 都有这个比较高额的举债 那么就是两者 这个责任就相当了 那么其实恰恰不然 因为在马英九当局时期 我们看到 它有只是在少部分的这种 额外的紧急的情况之下 比如莫拉克风灾 比如这个金融海啸的时候 那么才会去动用 去申请 所谓的包括特别预算 等等这样一个方式 来去进行支应 而蔡英文当局我们看到 在她已经非常高额的 这个例行的年度的 不断去增长的财政支出的 一个情况之下 现在是已经把这个所谓的 包括特别预算 所谓的机密预算 等等这样一些 本来只是应当去支应应急的 这样一些款项 把它去常态化 甚至说把它去进行一个政治化 除了这样一个 故意植入的一个谬误来讲 就是蔡英文当局 她去甩锅马英九 这也是我们看到 过去七年多以来 民进党当局上台以后 不断去进行的这样一种 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惯例的一个操作 也就是说只要是在她执政上 碰到了什么问题 出现了什么难题 她就一并去甩锅说 马英九时期也有这个问题 或者说这个问题 马英九没有解决 是她遗留给我的 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 在于什么呢 民进党已经上台七年多 现在蔡英文已经结束第二 即将结束第二个任期 马上就要下台了 你的这个任期都做完了 你该解决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那么这说明 民进党和蔡英文 对于台湾现在的 这样一种选举政治 对于她自己手中的权利 毫无敬畏之心 毫无契约精神 那么我觉得台湾民众 也可以看清楚 蔡英文当局和整个民进党 在这个问题上 她的这种不担当 不作为 直去揽工 而去不敢去担责担过的 这样一种心态 那么我觉得正是民进党 它实际上就是把这个 所谓的执政权 当作一种这个结党营私 这个以权谋私 去分赃图利的一个途径和筹码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它是一定是要去推卸掉 所有的责任而去争揽 所有的这样一种功劳 靠甩锅来修补自己 千疮百孔的施政成绩单 民进党是真的没招了吗 感谢刘匡宇先生 好欢迎订阅 好欢迎订阅 好欢迎订阅